字幕卿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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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 命运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杜林 我是陈亚兰 今天这一集呢 是命运好玩的 姐妹下午茶 开运下午茶 按着没有咖啡 姐妹来宾啊 来聊天啊 說沒有健康的身體 賺再多錢都不是你的 一定是 篤霖哥 你看他 如果老師在解答 他根本就沒在聽 他都在做瑜伽 沒有啦 有啦 他有在聽啦 他邊聽邊做瑜伽就 來 謝謝 來 拿到頭上來 拿到頭上喔 真的可以喔 是真的可以喔 來邊 頭要先吹了 吹了 好厲害喔 紅色 多黎色耶 你有高血壓嗎 對啦 好強喔 好強喔 這個不是一朝一夕的 這是天天練來的 而且以前就是跳舞的 跳跳歌手 對啦 現在想把以前的故技從思想 把以前抓回來 對 抓得回來嗎 跑掉就跑掉了 跑很遠 沒有啦 現在也是 循序漸進的健康啦 對啦 來 我們現在歡迎 最健康的老師 吳美玲老師 下雪了 好 下雪了 下雪了 接下來歡迎阿湯哥 湯正偉老師 老師好 還有白玉老師 老師好 姐姐好 來 姐妹來聊天 我們歡迎小甜甜 歡迎 子晨好 大家好 歡迎好久不見 楊佩姐 歡迎 大家好 我是佩姐 小甜甜最有喜事 讓我們慢慢聊 有 妳產後 結果妳用盡了各種方法 都受不下來 說原來是生病 這是喜事喔 真的 喜事在後面 超妙 沒有 真的 可是我要講一件事 因為以前獨鈴歌 妳真是唱跳歌手很帥 然後妳再一次 可以做這個動作很厲害 可是有點看得會鼻酸 鼻酸喔 對 就覺得 但是 好 那我的部分呢 就是妳知道我那個時候 就是要懷孕的時候 問了很多人 很多人都說 妳放心 因為我之前不是就瘦了 然後也滿漂亮的 然後大家就說 妳放心 妳懷孕的時候 妳狂餵母奶 妳一直餵 妳就一直瘦 搞不好還會更瘦 然後就很多人都會說 妳真的不用擔心 然後妳在產前的時候 妳控制體重 然後妳生完小孩之後 絕對不會胖回來 妳OK 放心 然後生出來之後呢 我才發現說 我的體重怎麼沒有 因為我的小孩生出來之後 他變少了 他好像都沒有變喔 然後我就開始餵母奶 我餵得很勤 因為我的母奶 是真的也滿多的 然後我就一直餵... 餵到他其實不想喝了 然後我就覺得 沒關係 你就喝吧 他不要 然後我就心 他喝了妳才會瘦 因為我人家就跟我講說 不是 妳又一直餵 一直餵 沒有啦 妳在做回來的時候 沒有找他去 他來喝我的母奶 不是 他會幫妳吃那個 月子餐 妳就會瘦 我嚇死我了 我還用吸收我的 對 因為我也有特別 就是篩選那個月子餐 是會剛好幫妳調理 就是妳產後 他都幫妳搭配好 也不會讓妳就是 營養餐 對 營養餐 也會幫妳瘦 就是幫妳邊 把身體養好 然後邊瘦身的 我都很乖乖的吃 然後我的母奶 我是一直在用母奶 因為我想要瘦回來 大家都說 反正你母奶一直擠 你人就一直瘦 我的母奶量都多到 因為我們要拿去 樓下月子中心擺 我的位置已經擺到隔壁 都用到隔壁的空間去了 可是真的就都沒有瘦 然後我自己到後來 我就不敢量體重了 然後我覺得護理師人 真的很好 護理就說 會不會是我們的體重器壞掉了 你等一下 然後他還 他還把體重器這樣子拿起來 然後電池拔起來這樣子 重裝 然後再讓我站上去 一樣 他說 沒關係 那個 迷苔夢的媽媽 我們體重器可能壞了 不然我們不要量體重好了 我說好 結果後來在那一陣子 我都沒有量體重 那等我離開了月子中心之後 就整個一直變胖 就變得比產前更胖 然後我就開始 覺得 不太正常 我就先去看婦產科 我一定先看婦產科 然後婦產科檢查的時候 他只是發現 奇怪 我怎麼生完小孩之後 變成有多狼性卵巢 就是 可是 然後婦產科醫生就說 多狼性卵巢 這個是會造成肥胖沒有錯 然後他就說 但是你只要讓自己瘦 這個多狼性卵巢就會好 然後我就說 好 我就說 可是為什麼會這樣 他說其實 這個很難講 因為有時候就是 每一種狀況都有可能發生 但是這個對 婦科來講說 不是太嚴重 就是你只要變瘦 他就會恢復正常 那 可是我就找不到胖的原因 然後 我就後來我就想說 算了去大醫院抽血檢查 然後大醫院抽血檢查 出來才發現說 甲狀腺低下 我這輩子都沒有想過 我會甲狀腺低下 因為甲狀腺抗境 你人會變瘦 然後低下 你就是連呼吸都會胖 是真的連呼吸都會胖 然後我就想說 沒有 不會吧 真的甲狀腺低下嗎 然後就去給那個醫生看 他就 就是很確定的說 就是低下 然後我說 可是為什麼生完小孩 體質會改變 他說生完小孩 確實體質就會改變 但是 但是每個人怎麼樣不一樣 但你現在就是 甲狀腺低下 你就是 不管怎樣 你就是會胖 那我們現在就是只能吃藥 來控制他 然後這過程中我有去詢問小禎 因為小禎之前也多狼腺軟巢 然後他就說他之前多狼腺軟巢 是好像可以做一個 就是開一個刀 然後就會好 然後可是現在的婦產科醫生 好像已經不動那個 多狼腺軟巢的刀了 那我又是低下 然後又碰上多狼腺軟巢的東西 就是胖加胖 胖胖胖 然後很多人看到我就會說 哇 你怎麼變這麼胖 然後有時候一些比較資深的藝人 他們可能就是比較少看到我 像羅時豐 羅大哥跟我 哎唷 你怎麼變這麼大 他就不小心手還跟著 咚咚咚 就是因為 我就會覺得 傷害 對 就會想說 如果有些人就會說 你之前不是變瘦嗎 現在總是變那麼胖 就會一直聽到 其實就還是會有一點點的 心酸跟難過 然後後來我在網路上發現 其實也不是只有我 有很多媽媽產後 也跟我遇到一樣的問題 但我就覺得 就是生完小孩 這都是一件偉大的事情 可是當然也希望身體可以健康 對啊 可能有需要注意 現在你已經這樣子 那我覺得還是可以提醒很多人 要注意一下 來請教一下下學的吳美玲老師 哪些性靈筆畫的人 要特別注意 生殖蜜料系統 有哪一些人天生在這個 復刻或者是生殖器官 這方面比較容易有這個 產生問題的話 我們來看 人格代表我們的 住進去會有一種 就是我都每天都想待在家裡 我會不太想出門的感覺 那我以為那個感覺是舒適的 可是就住進去之後 我就開始有跟家人吵架 然後也跟朋友吵架 然後也跟經紀人吵架 跟工作也有關 我們都在挑這麼大神 等你來開房 想開房插花摸一把嗎 我們都在挑戰吧大神APP等你喔 那我們來看 有哪一些人天生在這個 復刻或者是生殖器官這方面 比較容易有這個產生問題的 我們來看人格代表我們的 健康的公位 所以當你的人格尾數 比如說二十一 那你的尾數就是一嘛 那甜甜你十六 你的尾數就是六 那就不算了 所以你的尾數如果有 有零或九的 或者是九化十化 十九二十二九三十的 有這些筆劃的人 他天生就是比較容易 在復刻方面有問題 或者是內分泌失調 那有的人 有的人是天生從小就開始胖 甜甜你也不是從小就開始胖 你是長大之後 所以像你這種的話 就是那種肌肉少吃就好 因為肌肉有時候打太多的抗生素 那個就不要吃太多就好 然後再來就是 有這些筆劃的人 他是天生的 像有人是天生是胃腸的 有人是天生是骨骼的 有人天生是什麼 那像這個就是天生就是 就是在這個泌尿系統 泌尿系統的話 有這些筆劃的人 比較愛吃甜的 然後一到晚上就容易喝水 尤其是睡前 他一喝水的時候 就容易 體質容易發胖 或者是他容易因為一個 有這些筆劃 也因為一個情緒 如果你有五行碰到金生水的人 或是他五行是金的人 他就很容易是情緒上的 因為很多人內分泌失調 不見得完全都是因為他的飲食 或他的生活 而是情緒比較容易躁動 那情緒躁動的話 就很容易產生這種內分泌失調 尤其如果說 你有這些筆劃的 你現在如果已經開始超過五十了 你就要更注意了 或者是你正在十幾歲的 這個過程 因為十幾歲是女生 剛好在長大的時候 如果你家裡有小孩子 這些筆劃的 如果在十幾歲的時候 可能你就要在這個 他那個月室來的時候 就可能要去給他調理 這個事物那些的 那如果是已經到了五十左右的 那就可能自己要調一點中醫 那就會讓自己這個減緩 那如果你的歲數 剛好在這個中間的階段 比如說你在二十幾到四十幾 這中間的階段呢 你可能在飲食方面 就要稍微注意甜食少吃 還有那些容易產生有 現在很多的動食物有添加 有打這些抗生素那種的 也盡量少吃 還有就是說晚上睡前少喝水 那就會讓自己這個 在這個 在這個泌尿系統方面會好一點 還有不要憋尿 男生的話就要注意射腹腺 男生一樣 我們剛剛講 男生在十幾歲長大的時候 他還是會有 還是會有成長的 然後到了他中年的時候 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射腹腺 所以如果男生的話 就是注意射腹腺 女生的話就是注意泌尿 還有你的婦科毛病 那通常有這些筆劃的人 我們通常不太建議吃瓜類的 因為瓜類比較良性 良性的水果 良性的果實 或者是少喝冷水 我們早上起來礦泉水算冷水 現代人習慣就是礦泉水 一瓶就拿 氣泡水 那個都算涼水 其實還是要喝溫水 所以要溫水比較好 或者是冬天了 拿個暖暖包暖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也就是我們的婦科 男生也是一樣 所以現在冬天了 這個就是要做保養 沒有保養好的話 在這方面就是會比較弱一點 謝謝老師 還好你沒有上榜 是喔 我似乎謝 目前還好 恭喜恭喜 來這邊姐妹來聊天 佩姐好久不見說 去年租了一個房子 說不但生活狀況 有一些小狀況 身體健康也怪怪的 對 後來才知道是那個房子的格局 是不是有一點問題 是不是 對 我本來就沒有很相信這個 然後我那時候租到那個房子的時候 我還很開心說 那個是我就是覺得價格合理 CP值很高 然後離捷運站很近 然後我就覺得他的地理位置 就是也我很喜歡的 對 然後我住進去之後 我就開始各個方面都不順 一開始就是住進去會有一種 就是我都每天都想待在家裡 我會不太想出門的感覺 那我以為那個感覺是舒適的 可是就住進去之後 然後我就開始有跟家人吵架 然後也跟朋友吵架 然後也跟經紀人吵架 跟工作也有關 然後我就想說 為什麼我住進來之後 明明是我很喜歡的地方 然後我也不知道格局出什麼問題 可是我就 我第一次住一樓 那是一樓的房子 然後我也不太知道說 一樓能夠有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沒有住過 然後住到一樓之後 我的前面 它其實是隔三間 然後我的前面是人家的便當店 所以便當店呢 會有食物的味道 它大概食物就接我的陽台 曬衣服的地方 那我想說也不 就不要常常開就好了 這在裡面也是沒關係 就可能洗衣服的時候 我覺得那樣的價錢 我覺得可以接受這個條件 然後我就一直在想說 那個食物的味道是還好 可是久了呢 它的那個水管 它只要前面在通水管 我的那個叫什麼 出水口 就會有一種臭味 然後我就想說 那個臭味也只是暫時的吧 我有跟房東反應過 然後房東跟我說 那管線都是弄一起的 他說沒有辦法改 要不然他連前面都要換 然後我媽 我就久了 我就覺得 好像味道沒那麼明顯了 然後我媽就有一天 習慣了 對 我習慣了 我不知道 然後我媽來我家的時候 他說你怎麼有一個臭味啊 什麼 我說有嗎 然後他就說 有啊 你都沒有感覺到嗎 我說我以為已經散掉 不明顯這樣 然後開始我又把那個門的那個 那個有味道的塞住 就讓味道不要再進來 然後我住在那邊之後呢 我就開始身體也有一些毛病 我想說 不可能是因為我在這個味道裡面 因為我還沒有想到格局這件事 我想說不可能只是聞味道 我用不然我就放擴箱啊 弄各種方式把它掩蓋過去 我想說不可能這個會造成身體的毛病吧 結果呢 我也是那一陣子就開始一下就是腰痛 可是我腰痛那時候是跟朵琳哥練國標 那時候就有一點點這樣的毛病症狀 可能在住在那裡面更明顯 我會是那種痛到 我沒有辦法自己這樣穿襪子那種 我就彎不下去 然後我就想到說之前腰痛 我有看過那個婦科 然後我的那個婦產科醫生跟我說 可能骨盆有一點發炎 然後我就想說好 那我就再去婦科看 我去婦科看的時候 那個醫生也跟我講說 他說我的骨盆有一點發炎 裡面有一點 可能有點沾黏的狀況 所以他說會影響到我的腰 然後他就幫我照了一下那個超音波 他說說長了一個水流 我說他怎麼會這樣 而且我沒有概念水流是什麼東西 那他說大概五到七公分 其實不小 對 然後我說那這個要 可是你比那麼大 這個是五十公分的 大概這樣子啦 大概這樣子 對 那也很大耶 對啊 因為醫生就比給我看的時候 我有嚇到 然後他就說 可是這個又不能開刀 因為他說他是水流 如果身體狀況慢慢好了 沒有再持續發炎 他是會消掉的 然後我就說好吧 然後他就照照照 他就說 好像也有一點多囊心 我就那時候嚇 因為我前面之前聽甜甜也講過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會造成這些問題 但我還是很堅持的住在那 想說租約也還沒到 就住在那 然後住著住著 然後我有一次是 朋友就是來家裡 然後就看了一下 我房間房子的格局 他就說 你這個格局很奇怪 你是不是住在人家 我說怎麼會 風水其實有一個學名叫衛煞 所以如果你今天去一個空間 你一打開門 就覺得好像有潮濕的味道 狗味啦 對 軟味啦 還有什麼餐廳啊 排水溝的味道啊 很潮濕那種 其實衛煞酒的話呢 在風水當中呢 它會影響到你的健 這確實會影響你健康 跟你的人際關係 然後我有一次是 朋友就是來家裡 然後就看了一下 我房間房子的格局 他就說 你這個格局很奇怪耶 你是不是住在人家的陽台裡 我說怎麼會 他就說 因為裡面還有一間 然後我那一間其實是 那個落地的玻璃窗 是我的門 然後我跟隔壁那一間 是我的門 共用一個門 所以等於我那間沒有門 只有窗簾跟那個落地窗 但他有加裝了一個鎖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這樣不對啊 因為那個 這樣的設計 它是沒有門的 你是一個大窗戶 所以你是住在人家的陽台裡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進去那個陽台 你住在裡面 然後所以你會有 我裡面其實房子裡面 蠻多門的 我沒發現 因為它的廁所跟 shower的地方 是分開的兩個門了嘛 然後我說的那個 那個陽台 曬衣間 又是一個門 然後我往客廳 又是一個門 所以我的那個房間 有好多個門 然後我的那個朋友 就跟我說 他說你知道門多 就是表示會有很多口角 然後前面我也不相信 我就想說 就是我沒有 我不要那麼迷信 我就覺得聽聽就好 參考就好 可是確實 我的人際關係 也開始出現問題 就開始就是 跟家人吵架了 沒有耐心 然後跟朋友 就是也會很容易 跟朋友 而且我有跟一個 自己最好的朋友疏離 但是他有一次來找我 他就跟我講說 他不喜歡 就是我的這個 他也是會閒一下 我不知道我自己很喜歡 但我來的朋友 都會閒一下我的 住的地方不好 叫我搬家 那你自己住的地方被閒 你就會覺得很不開心 對啊 我確實好像搬進去之後 我就沒有 沒有繼續拍戲 沒有戲劇的工作 但節目還是有 只是就是 確實會有一個氛圍 是很不想出門 其實講起來說 你小時候是從童星起家 對不對 可是長大了 就在演藝圈 就稍微有點碰到瓶頸 所以你也曾經想要改名 對不對 因為一直都是媽媽帶我 媽媽就是經紀人 然後其實他不希望 我回到這個圈子 他覺得 把你守護得很單純的長大 這樣就好了 然後他就一直叫我 去找出社會的工作 我就不喜歡 然後他又亂跟記者講說 我要當主播 因為那時候 心心自我心要拍第二集的時候 林福利導演有找我 然後我就說我不想 我沒有要當主播 然後那個角色又是 以前史安妮的角色 然後媽媽就是跟記者說 你也要當主播什麼 然後他可能又喜歡 我的氣質口跳 他就覺得 你就去做這些 那我就不要 我就又 沒有聽他的話 然後我就自己開始找經紀人 然後找著找著 我就耳聞到人家說 佩姐你的名字不好記耶 就是說你要不要改名啊 然後想說 我好像紅的名字 就是叫佩姐嘛 所以我沒有改過名 然後我也覺得 那不然就是 應該要叫穩潔 穩潔 叫寶潔啦 我後來就一直覺得說 好吧 不然我就要在 不得罪媽媽之間 因為這媽媽娶的嘛 就是 有找老師嗎 沒有找老師 然後那時候就是 好像也是節目上 就是聽說什麼 換字就可以 換部首就可以 然後我那時候 就有一個朋友說 你把配改成 玉智旁的配 我本來是 人智旁的配嘛 然後我就跟媽媽講說 從今以後 我都要簽這個配了 然後我說 但是念法一樣啊 所以應該是沒有 就是讓他覺得 太不舒服這樣 然後我就開始 在外面簽名啊 什麼 我都簽玉智旁的配 然後做牌子 也都做那個配 換了一陣子之後呢 我覺得 好像沒有比較好 然後反而讓人家會搞不清楚 你的名字怎麼寫 有的人寫這個 有的人寫那個 那有人劇本給你 或是什麼 都寫就是不同的配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換了 這個也沒有對我有幫助 所以這個運勢的這個事情 真的蠻難講 很困擾 對 然後我就一直想 你來我們節目就對了 到底要不要改名 到底要不要改呢 美玲老師 還是直接改 是改字呢 還是改部首 還是直接叫穩潔 春潔 對 對不對 春秋節 春淡節 春淡節 很喜氣 清明節 清明節 聖淡節 其實也很多人改名字 就想說 老師我堅持要同音 所以我只要改部首就好 我不要改那個音 但這樣也不行的 有的是可以 有的是不行 但是你呢 這個人字旁的配 你要改成 玉字旁的配是不行的 因為你的 你的陽字十三話 你本身這個格局 我們講過嘛 二十四話 本身講話就比較直一點 在表演上是很好 二十四話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在人際上 講話是比較直 容易得罪人 對 那你如果改成 你如果改成玉字旁的配的時候 你的人格又變成二十四了 所以他換湯不換藥 然後你本身 現在這個五行是 因為我們 我們人格對天格的五行 是掌管我們思想 人格對地格五行 掌管我們外在行為 你雖然這個配就是個性會比較強硬 但是工作能力是強的 那你如果改那個玉字旁的配 你的五行會變成火克金 你就變成容易想太多 我們同樣一個名字 不是不見得說一定都不能用 而是要看你的職場上 你做你的工作 如果是你是一個CEO 那你這個名字是OK的 但是在演藝圈的話 這個個性太硬了 不好 但是你就直接做CEO就好了 對啊 這是更有錢嗎 換那個跑道 這種是做生意的格局 所以不適合演藝圈 這種做老婆個性也太強 那你如果改成那個玉配的配 你的五行會變成火克金 而且你地格會變成二十七化 地格二十七化 我們講過是 我不是說這個 我是說你改成玉字旁的那個配 你的婚姻是不好的 所以那個我建議你不要用 你如果要在這個圈子 你的個性一定要柔軟 你如果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有自己的個性 你常常會跟團隊 或者導演 或者經紀人 或什麼會有一些 一些意見上的不可 對 所以另外一個 在外面租房子的人 其實沒有辦法 就是說想要改變房子 原來的格局 那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自救嗎 對不對 有什麼居家風水的小祕法 可以幫助大家化煞轉運 還可以招財 嘿 唐老師 好 像剛剛佩玲講那個 他的上一個案例對不對 他之前租那個房子 就是很明顯就是一個 風水常常講的衛煞 就是你 衛子的衛 衛道的衛 衛煞 錯錯 對 風水其實有一個學名 叫衛煞 所以如果你今天去一個空間 你一打開門 就覺得好像有潮濕的味道 狗味啦 對 狗味啦 還有什麼餐廳啊 排水溝的味道啊 很潮濕那種 對 或是房 那個附近可能有養 以前有養豬 養豬的味道 對 其實這種都會形成衛煞 其實衛煞久的話呢 在風水當中呢 它會影響到你的 確實會影響到你的健康 跟你的人際關係 但是其實有時候呢 我們去租房子也好 你很難去掌握 這個房子原本的格局是什麼 對 但是一般來講 我們房子的格局 會影響磁場 但如果說你租房子 沒有辦法去動格局啊 所以磁場 又沒有去改變的情況下 又加上衛煞 那就是雪上加霜的概念 所以因為衛煞本身 就會影響磁場了 所以我們要如何去改造呢 其實我覺得風水呢 也可以從生活當中 很簡單去改變 例如說 當你覺得運氣不好的時候 多打掃家裡 對 把家裡 丟東西 丟東西 真的很有用 然後噴香香的 也是 但是你不可以 堆很多東西 又噴香香的 那味道就會 融在一起 那個叫臭島糊 可是我 我自己呢 我覺得我自己 在奉行的一個原則就是 當我覺得最近很 就是很沒有什麼進展的時候 或是覺得最近 運氣不好的時候 我都會去整理東西 然後我會丟 然後丟完之後 空間瞬間會很明亮 然後會很乾淨 其實那一陣子的磁場 就會調整過來 然後還有保持家裡的什麼 乾淨 芳香的味道 就是我們丟東西 除了家裡面看到空間 會變成有新的空間 可以裝新的東西 我們的內在也會有空間 就開闊 對 不然裡面都很厚 我覺得你也在 你一直丟丟丟 你一直丟丟丟 是 但是 這個方法很實際 但真的很有效 尤其就是你在租房 只沒辦法改變 格局的情況下 你可以這樣做 那當然格局會影響 我剛剛講 格局會影響磁場 對不對 對 當你磁場不好的時候 當然我們也可以除了 這種丟東西 或是整理之外 你也可以運用一些 風水的擺劍 來去幫自己 來畫煞為財 那我們一般來講 會比較經常會動的擺劍 就是 如果他看到一個男生 他很有魅力 他又有想法 但是他又長得好看 他一定是首選 他那麼多朋友 一定是找那個最亮眼的 但他亮眼還不夠 他要帶點重口味 比如說他的才華很厲害 或者說他的性能力很強 對 或者這個人就是 甜甜眼睛都亮 今晚 今晚 你有空 來開房嗎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 我們都在挑加把大神APP 一起開房插花碰碰壺 等你喔 我們也可以除了 這種丟東西 或是整理之外 你也可以運用一些 風水的擺劍 來去幫自己 來畫煞為財 那我們一般來講 會比較經常會動的擺劍 就是時鐘 時鐘的話一直在轉 每秒都在轉 對 所以我們常常講 有些人會說時鐘 把它比喻成就是一個什麼 風生隨起 時來運轉 它有好的寓意 但也有一個不吉祥的寓意 例如說風水上當中 你就不可以把時鐘掛在大門 例如說一開門 就看到時鐘在你的正眼前 就是你講的一個 送中 就是有點送中的感覺 所以不能開門見鐘 其實我們風水還是要有一些 比較吉祥寓意義的部分 可是這種感覺一開門 就看到鐘就沒有那麼吉祥 所以開門不要見鐘 還有什麼地方不能擺鐘呢 例如說你的那個廚房 不要擺鐘 為什麼 女人會很牢獄 對 而且廚房本身帶火氣嘛 那鐘在一動的時候 火氣就會吹旺 所以一般我們廚房 不要掛大鐘 你可以放那種小小的那個 你看做甜點的那種 小小的沒有關係 計時的那種 對 可是你不要掛牆壁 所以我講是掛牆壁 那種大鐘不要擺 對喔 那餐廳呢 餐廳可以嗎 餐廳 你說餐廳可以啊 廚房裡面不行 對 人家掛在廚房裡面 要中桌子 煮不出來 會煮 什麼東西你要先 壓力好大 兩次晚上還要吃飯 還要煮晚上 煩死了 對不對 所以那種小小鐘沒有關係 然後桌上去那樣就無妨 那例如說剛剛講開門不要放 就正對門 然後還有廚房不要放 還有廁所不能放 也不要掛大鐘 為什麼 因為晦氣會一直不斷的流轉 還有你的房間 因為房間呢 是我們要休息的地方 所以房間也不要掛一個氣勢 很大的鐘 所以這幾個呢 你把它避開之後呢 其實時鐘呢 掛在一些好的位置是加分的 打個比方 例如說掛柴位 柴位的話呢 就很需要動 那才會達到一個 風生水起的效果 那提供給大家 2024年呢 有幾個方位呢 很適合掛石鐘 第一個呢 就是北方 北方是2024年最大的柴位 還有什麼 東北方 東北方 偏東北的位置都很好 還有西北跟西南 都很適合 都要有北的 對 這四個方位呢 可以求柴跟求桃花 好 那你們可以試試看 那掛什麼樣的鐘最好呢 當然這個鐘呢 有開運吉祥寓意義的鐘 會更好 打個比方 例如說 有一些向日葵的鐘有沒有 有一些有設計的 向日葵呢 代表可以去除那個陰氣 假設你住在這個空間磁場呢 這個陰氣比較重的 陽光進不來的 或衛煞比較多的 你可以放一個有向日葵的 好 結合一些比較創作藝術的 好 那你可以掛個鐘 代表什麼 你可以把這個陽氣呢 帶旺起來 然後呢 像這樣的鐘呢 它有兩個 一個圖跟一個鐘結合 就像一個葫蘆的造型 所以它可以去併氣 然後也可以呢 聚財氣 對 那這種鐘呢 掛在家裡的話呢 就是轉陰為陽 化煞為財 這個效果 向日葵 然後第二個呢 這個鐘上面有一些圖騰呢 像有那種鹿有沒有 例如說有那種 麋鹿啊等等的 棉花鹿啊 代表什麼 代表慈悲跟智慧的象徵 也代表財鹿的意思 如果這一個人呢 他經常比較沒有智慧的 或是小朋友呢 他需要有公民的 或是說這個上班族 他需要有一些民生的 做業務的 那你就可以擺這個有鹿的鐘 還有愛情 愛情這條路 對 鹿啦 鹿的意思 鹿 鹿 你那時候也說一鹿有財 對 讓你 好 讓你 大財鹿光明啦 這意思 所以你可以掛有鹿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常講 為什麼時鐘可以 就是風生隨起 跟時來運轉 因為我們的人生呢 就是要順勢而為 不管你今天在逆境的時候 你就不要逆天而行 你去對抗沒有意思 所以你當下在運氣不好的時候呢 你去順勢而為 去感受這個東西 這個事件帶給你什麼樣的領悟 有領悟就會有禮物 所以人生就是要記得 對 可以把這樣的一個吉祥的鐘 掛在對的方位呢 相信你在2024年 或是你的風水格局 都可以順風順水喔 謝謝老師 不過上次我們跟甜甜聊過說 小甜甜的女兒米台木 愛帥哥 但是她現在開始 已經會跟你搶菜了是不是 我跟你講她現在 她兩歲多 她現在是好會講話 而且她就是真的 不是 她也是行動派的喔 而且前幾天她講話 我本來很感動 然後後來我放上網之後 然後才有人跟我講 我才一語道破 因為我那天在敷面膜 然後她就說 媽媽啊 妳好可愛喔 我就好暖心喔 我就放到網路上 然後她就說 因為妳敷面膜啊 因為我臉遮起來了 然後她還說我好可愛啊 然後她就是 現在非常會說話 然後我之前帶去劇組的時候 她就是很會篩選帥哥 然後前陣子 我們跟她跟乾爹就金剛 然後我們又去吃飯 然後吃吃 她就是在那邊 有一個帥哥哥 然後帥 就是這個帥哥哥 然後她就故意在那邊 走來走去 然後帥哥哥就 對 你看 然後帥直到還偷看人家 你看那個眼睛 對 然後她就在那邊 帥哥哥就說 可以抱妳嗎 她就說 好吧 太太在那邊說 好吧 然後就抱 然後那個拍照的時候 她就耶 然後她就 嗯 耶 然後我就 好 羞瑟 我就想說 好 我沒關係啊 我媽媽的心態 好可愛喔 很棒啊 但是其實這個小孩子 這個小男孩 他六歲的時候 他媽媽我本人 就已經定下來了 在那裡 而且你看 還是一樣是金剛在那邊 就長 是同一個人喔 同一個人 甜蝶 金剛 這是那個剛剛那個男生 對 那個弟弟長大了 我女兒把他搶走了 沒有 問題是 妳女兒什麼星座 我女兒巨蟹 巨蟹 巨蟹好像還好 聽說外貌協會是雙子座 對不對 白玉老師 請教一下 哪些星座的女人 天生是外貌協會 是 剛剛雅蘭姐說要雙子座 雙子座是只要需要她的 她都喜歡 對 她不只看外貌 她也看才華 她也看妳有沒有財力 都看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天生是外貌協會的 會員女人是什麼 其實我們人啊 很容易不小心 都被外貌影響了 對 不只是外貌協會的人 只是他們病得更嚴重而已 好 我們來看一下上升 太陽上升和金星 我參考一下 射手座第三名 射手座 獨林哥金星射手 獨林哥雖然不是女人 但妳是外貌協會 要有新鮮感 有料重口味 怎麼說呢 就是射手座本身 他就是對於外貌這件事情 是因為他朋友太多了 那他也比較熱情 愛冒險 通常尤其是女生 我們現在講女生嘛 如果他看到一個男生 他很有魅力 他又有想法 但是呢 他又長得好看 他一定是首選嘛 他那麼多朋友 一定是找那個最亮眼的 但他亮眼還不夠 他要帶點重口味 比如說他的才華很厲害 或者說他的性能力很強 對 或者這個人就是 甜甜眼睛都亮 可是這沒試過怎麼知道呢 對 這確實 就是女生比較堅持嘛 所以在就是 尖心如果落到第八功 通常都是我們看性的時候 其實不是對女生 不是只有性 而是在親密關係發生的時候 她是不是在不經意的動作之間 可以透露她心裡的小秘密 因為你可以說漂亮的話 你可以假裝自己很專注 然後你也可以就是摟她一下 讓她覺得很溫暖 但這都可以做出來 但在性關係 親密關係上 大部分男生都很難裝的 很怎麼樣 除非你付錢給她 對 所以就是在射手座 但對射手座來說 她這方面就是要求更高一點 因為她朋友數量實在太多了 所以要夠亮眼 要競爭出來 就是篤林哥比如說她旁邊 雖然她不是女生 她是男生 她旁邊太多人 但讓她要有感覺的 一定是有一個很突出的東西嘛 對啊 像我想坐在她旁邊 我爭取好久 真的耶 是不是 其實篤林哥像她是太陽上升 都是天平嘛 她對人都很好 但是她心裡覺得 如果你要走進我的心 成為親密關係的朋友 很難 很難很難 對 這個難不是她挑剔 而是她覺得愛情這件事情 本來就要很多match 很多相合的 這個相合一定要讓我覺得 我每天每天看你都有辦法 因為天平是很愛經營關係 對 很有辦法我去用舊的關係 但是經營出新的東西 但如果你不好看 我就是再怎麼經營 你就是那個樣子 對我來說就好難受 我覺得她連友情也是耶 就是要走進篤林哥的心很難 她走進她的心 應該只有房子而已 對啊 所以你也看我的朋友 都是好看的是不是 小天天是趁機抱怨的 沒有 我篤林哥的心是誰都有啦 對 我覺得 像我一開始認識篤林哥 所以她照顧我很多 我就想說 漂亮啊 漂亮嗎 是嗎 篤林哥 他不知道怎麼回答 你看 篤林哥 篤林哥都有外貌啊 對啊 另外這邊 有啊 他的雪 他的雪很漂亮啊 他是照顧我的 喔 當年還是算漂亮的啦 現在也漂亮啦 好 要不要第二名 他來我家的時候 然後我們有一個公共區域 他的名牌包在那裡掉了 所以他就 對 在家裡掉了 在家裡掉 公共地區啦 公共區域 然後因為掉這個包包 他就去做筆錄啊 去找管委會啊什麼的 反正就是弄不妥 然後那時候我也在忙 他就覺得我沒有很用心 幫他找這個包 我們兩個就有一點爭執 然後就吵架 就到現在就 就沒有聯繫 沒有和好 好 要不要第二名 就是天秤座 我們都中啦 對 小甜甜 獨鈴哥 天生愛美 重五官氣質 對 我覺得這個五官 對於我們每個人來說 其實那個比例啊 其實大家如果認真看的話 都是要跟自己像 但跟自己像的同時 它又是最優化的比例 對 因為每個人 可能我眼睛 眼距寬一點 但是最漂亮的寬眼距 我鼻子矮一點 但我是最漂亮的眼鼻關係 為什麼天秤會這麼愛美呢 因為他平常生活裡面 他就盡量創造舒適的感受 他心裡面已經很緊繃了 你心很緊 你就要揚眼一點 人追求的就是一個平衡 真的 就是寧願就是交往的對象 被劈腿 他很帥 你就覺得那是因為別人 他太搶手了 可是如果一個長得 真的醜不拉雞的 他又劈腿 你就會覺得 哇 你自己真的是 我覺得小甜甜 你講的是大部分人的心理 就是好像我們有一個藉口 告訴自己說 我沒有那麼差 是他人緣太好 我們也不要說人家不好 他就是人緣太好 對 但我們也沒有很差 但是天秤座就是成功在這裡 很多人都是受惠於 就是天秤座 就是每個人都看到他的優勢 但缺點也在這裡 當我們只看 就是自己喜歡的部分的時候 一定看不到我不喜歡的 但人現在就是 我們大家已經很習慣 於做各種表面功夫 不是很會化妝 很會穿 然後很會講各種 就是畫術 美肌 真的 然後在這種狀況下 就是其實大家很會包裝 每個人都是品牌 然後我們就會忽略 他做了那麼多包裝之下 他的目的動機是什麼 對不對 我覺得這是外貿協會的人 常常覺得很開心 但回家又覺得很失落 這種落差感很強 尤其甜甜 不過甜甜現在流年運勢很好 因為我剛剛才拿到你的心盤 真的 金星 因為你是金星天秤 這個人不僅要好看 還要好用 就是要有一點能力且能 然後這個能力到底賺錢的 還是性能力 我覺得你應該都想要 對 然後他流年金星天秤 也剛好現在路過第八宮 你的金星天秤 也就是說你現在應該是 反正應該有一個很棒的人 在旁邊 對不對 對 你需要多一點人 多一點人 對 但那同時有一個挑戰 就是這個人是不是 他旁邊的人也很多 這有一個挑戰 對 所以我畫一隻子 我們來看第一名 第一名 獅子座真的是 尤其是女生 年輕的獅子是非常的像貓咪 所以很多年輕一點的獅子座的女生 都會覺得 他怎麼不像獅子座 他看起來就很軟弱 很好欺負 甚至常被霸凌 但是到了一個年紀的獅子座 他就會覺得說 你常欺負我 你真的以為我是病貓嗎 不行 我要老虎發威 對 這個時候的他 他才會 就是透過黑暗力量 去找到自己 真正能自信的地方在哪 或者說我想要什麼 那旁邊的人一定 他覺得獅子覺得 我一定要有面子 所以這個人一定要先帥 再接下來看有沒有能力 有沒有能照得住 這是他首要的首選 那其實我們找另外一半 通常都是什麼 第一個光環效應 能不能為我加分 這是我們想要找另外一半的理由 如果我已經很圓滿了 比如說很多大德 然後很多很厲害的人 他是不需要另一半的 比如說我們雅蘭姐 對啊 雅蘭姐 你可以又男又女啊 對 我自己來就好了 對啊 相信酒店自己來 聽起來很厲害 對啊 但是我們一般人 就是需要一個光環 我跟他在一起 我就覺得更完整 同時我也覺得 如果有一個很棒的人 跟我在一起的話 是不是我也 我覺得更好了 我未來有期待 我不會覺得我永遠是 現在這個樣子 其實找另外一半 大家的動機還蠻一致的 就想要讓自己更好 我說到這裡佩潔 佩潔的流年 我剛剛也是拿到看了一下 我覺得佩潔在感情上 是有兩個極端的 尤其是家人 親密關係 或者是另外一半的家人 在感情上 其實你包容力很強 你們兩位的星盤都是水桶 體桶形星盤 體桶形就是其中一顆行星 發揮最大的能力 像甜甜是月亮 所以這個人有沒有跟你生活在一起 有沒有關係有沒有溫暖 有沒有知道小細節對你來說最重要 然後佩潔是這個人懂不懂你很重要 對當然我們每個人都有這一面 但是佩潔是就懂不懂你是很重要 是開啟她 我要包容這個人 還是我要把這個人從我的世界切除 她是陰陽兩面黑白分明的人 所以很單純 對在這個流年裡面看到 其實你海王星經過第十宮 然後冥王星在第八宮 其實你在家庭上感情上有點挑戰 對 所以在這一面要告訴大家說 外貿協會可以幫助我們提升自信 但真正提升自信的是 我們了解自己之後 什麼樣的人跟我們匹配 才是讓我們可以走得長久 祝福大家 佩潔這兩個月換了一個新家 妳感覺整個人都改變了 對 我就 真的就是被長到搬走了 真的喔 對 大概長這樣 但是樓中樓 它那個樓上就只有房間 床的位置 就一個床 那個廚房過去就是一個通風的窗戶 因為它就是洗衣的地方 對 那邊 然後這個是進屋的大門 妳東西也蠻多的喔 對 就女生來講這東西 算客氣了吧 真的 我家才可怕呢 對 算客氣了 已經有在整理了 所以全部都好了 身體也好了 我覺得有比較好 但是我也不希望是自己心理作用 因為我覺得我搬到這邊之後 我的心理狀態也不會那麼煩躁 主要 然後我的腰 可能也因為有健身房什麼的 就比較願意出去運動或游泳 然後 所以工作運也變順了 人際關係也變順 身體也變好 對 就是好像就是這所有事情 都有被解決這樣 不管是不是心理因素 它反正變好是事實 是 變好就是變好 對 有變好之後我自己就覺得 好像早該搬離那個地方 可是心裡還是會有一點介意說 之前住的地方一直被嫌 就是嫌這個不好 那個不好 我有一個好朋友 為什麼要這樣 妳為什麼要介意呢 都過去了幹嘛還介意 因為有一個好朋友 是在我舊家吵架的時候 他來我家的時候 然後我們有一個公共區域 他的名牌包在那裡掉了 所以他就 對 在家裡掉 在家裡掉 公共地區 公共區域 就是我不是說我的另外 我的門打開有一個那個 就是公共區域 有放鞋子櫃子的地方 然後我這個朋友來我家的時候 我是給他鑰匙 然後他就喝醉酒進來 他就把包包丟在那個公共區域 他就進去我家睡覺 然後醒醒 然後我再回家這樣 然後結果他隔天早上起來 他就跟我說 嘿嘿我的包包呢 我說我不知道你昨天放哪 因為我們是 分開進家門的嘛 結果他的名牌包就這樣掉了 然後因為掉這個包包 他就去做筆錄 去找管委會什麼的 反正就是弄不妥 然後那時候我也在忙 他就覺得我沒有很用心 幫他找這個包 我們兩個就有一點爭執 然後就吵架 就到現在就沒有聯繫 沒有和好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去化解這個事 就像瑪琳老師講 我可能比較直 就我來講 所以我就不會 這個朋友很 可以斷捨離耶 真的假的 但很長久的感情耶 然後我搬到新家 我也很想邀請他 可是我就 我就覺得 他好像都不太願意來住我家 因為就是姐妹 我們可以住一晚聊一晚的那一種 我心裡有一點可惜啊 覺得 那妳搬到這個新家 有找風水老師去看一下嗎 沒有耶 沒有喔 對 妳來我們節目賺到 有通告費 還可以老師可以幫妳看一下 但是我們先幫大家看一下 我們請教阿湯哥 有什麼居家風水小祕法 可以提升人際關係 然後就心情不躁鬱 打動我的話 並不是什麼花言巧語 而是他跟我講說 他其實也看過了 很多個小孩 但是只有米苔木 是他覺得最有演員 沒有 我們美玲老師就會說 不是 她身體健康嗎 她身體健康嗎 不是 這是不是要問美 為什麼 我 身體健康要妳檢查 老師沒辦法檢查 弟弟 我怎麼見不得了 好 我們請教阿湯哥 有什麼居家風水小祕法 可以提升人際關係 然後就心情不躁鬱 對 不過先看佩傑這張照片 先看佩傑的 對 她這個照片其實是 望女格局 望女生的格局 望女喔 對 所以女生住這邊還不錯 真的喔 對 太好了 當然可能 我沒有看到妳前一個房子 但是聽妳自己這樣形容的話 當然應該是有進步啦 當然我們 當然格局上沒有到說 非常的完美 因為其實 至少妳從一個 比較沒那麼好的地方 搬到一個有進步的地方 妳就可以感覺到那個進步 但如果在這邊的話呢 我會建議就是說 如果妳有賺到錢 妳就要趕快 再下一步去買房子 對 而不是說 感覺這邊很好 然後就繼續安逸 又不是走了 因為這個房子就是 會賺錢 但是存不住錢的 讓妳過渡而已 對 為什麼 因為妳打開門呢 就直接看到廚房了 所以它是一覽無一的 對 它沒有什麼間隔嘛 因為房子不大 所以妳也沒有辦法 什麼放玄關什麼都 就是沒有空間 所以現在就是 第二張照片中間那一個呢 是不是妳的琉璃台那邊 然後妳中間那個 可以放個隔板 就是讓妳進門的時候 不要直接看到爐灶 不要直通 對 但不用整個隔起來 因為隔起來的話 就會變成 妳沒有陽光了 如果用窗簾可以嗎 如果妳要用簾子的話 就是妳還是要有透光 但是我視覺 不要直接看到爐灶 老師說要在這個位置 位置那邊 隔一個板子 隔一個板子 對 不要直接看到這個爐灶 對 而妳隔一個板子這樣 OK 也好 妳本來這邊東西 就已經多了 對 這邊也多 妳這樣隔一個板子 妳少看一半 亂七八糟 對啊 比較乾淨一點 然後空間也會做一個區別 老師那這樣講 那我在這邊如果再有一個半矮的屏風什麼 也把這邊 阿莉阿札的也 蓋住 我建議它要從剛剛那個廚房那邊 開始隔就好了 這邊就好了 前面不用 對 為什麼呢 因為前面隔的話會太壓迫 櫥櫃跟白櫃中間 對 隔起來 這邊 OK 對 就是妳開門的視覺 不要直接看到爐灶 是 對 因為那個就是開門建造 雖然小坪樹 我們就小坪樹的改法 是 然後還有 你如果說沒有錢的話 我們如果要改景 你可以隨便拿一片回去 付錢 對啊 剩我一片 對啊 超漂亮 很漂亮 誰一片漂亮 妳們都比較大間 我們這個 不是 這啦 大鏡本來台灣 這個放回去 放回去 對啦 老師後面那些剛剛好 很多東西可以拿 是 然後第一張照片的話 它的問題就是 它的鞋子 就是要記得用一個布 或者是有門的櫃子 把它蓋起來 對 對 因為 大家每一個人的鞋子 難免也都會有些味道 你是怕味煞 還是怕什麼 第一個 味煞 沒有味道 對 我的味煞 妳覺得沒有味道 但是因為妳鞋子 有時候妳出門的時候 妳會踩到不同地方 對 對 妳會經過 可能去醫院 去食材不好的地方 會氣 對 那如果有些人比較敏感的話 帶回去也不好 所以妳就把它用門關起來 或是妳用一塊布 把它蓋起來 然後大家記得 簡單的 或者現在流行的 塑膠的 對 塑膠盒 一格一格 那好棒喔 都一格一格 幫妳放好 就是可以蓋起來的 就是 反正就是要把它蓋起來就對了 對 因為妳比較嬌小 所以妳這個鞋子 已經高過妳的頭了 是 或在妳的頭部了 所以這樣其實一般會氣呢 大概我們胸部以上就不要再壓到 我們的頭部 就不好 然後大家如果以這個格局的話呢 因為它的 我們講面對門口 左邊就是那個鞋子嘛 對 所以保持乾淨比較重要 然後剛才妳的時鐘掛到籠邊 時鐘那邊是可以的嗎 是可以的 OK 然後呢 然後妳的右手邊是樓梯嘛 對 所以這個整個格局的話就是說 以格局來看 它是比較偏向女生的運氣 所以對妳來講妳住到這邊 妳的機會會越來越多 然後賺錢也會有 但是因為妳開門建造這件事情 就要把它給補助 否則妳就會 賺了錢又花錢了 所以花錢買房子是對的 好 保持一個資產型的負債 妳會在那邊 會人生在躍進 不錯啊 好 所以我們現在 除了配傑之外呢 我們也要讓觀眾朋友呢 都可以得到一些 就是加分嘛 對 所以2024年呢 其實呢 最大的桃花位呢 在東方 東方的話呢 就是攀朗星來入住的位置 所以每一年呢 都會有這個九宮非星 不同的方位嘛 那東方的話呢 是這一個桃花位 所以不管男生 女生 已婚 未婚 東方都可以佈局 為什麼呢 對於未婚的來講 東方除了求桃花之外 也是求貴人 那對於已婚的對象來講的話呢 如果它桃花佈局得好 那家裡的夫妻感情啊 然後親子關係也會合合 那東方怎麼佈局呢 我們可以放九朵的百合花 不管已婚未婚 都可以放百合 因為百合呢 代表百事好合 一切合合如意的象徵 那百合花的花期呢 也比較耐放 對 那你要記得 不要太省錢 如果百合花呢 已經枯掉了 或根爛掉了 你就一定要換掉 那通常你要佈局的話呢 一定要連續放三個月以上 你會很有感覺 那要放這種粉紅色的百合花 那不是放 不能白的喔 全白的 有全白 但是我們要放粉紅色的 對 因為你要讓這一個 就是帶桃花氣的顏色 讓它可以更陣望 所以一般是放九朵 不是放九支喔 九支可能有十八朵 因為百合花 可能一支有兩朵三朵 對 所以你就要以 九朵的數字為主就可以了 放在我們的東方呢 可以放你的二零二三零的人際 貴人跟桃花的好運氣 放二零二三嗎 二零二四 二零二四 所以現在就可以佈局了 因為現在節目播出 已經是二零二三的第四季了 那從立東節氣過後呢 我們要搶先佈局 好 所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好 謝謝老師 好 來 剛剛我們 白羽老師已經 從心盤裡面看到 唉唷 甜甜 最近有桃花 你在笑成這樣 而且熱烈 唉唷 好像搶不住 從心盤看桃花是一個 其實從氣色 其實開不開心也可以看得出來 桃花 合不龍嘴耶你 每一集也拍到了嘛對不對 對 對 是什麼 是人啊 對 是人 他是人類啊 對啦 他什麼星座的 他什麼星座 金牛 金牛做 還好回答得出來 那本來是關稀肥淺 沒有啦 但也沒有很久啊 才剛開始而已 對 他見過米苔木了嗎 米苔木有答應嗎 其實說真的 因為經歷過 上一段婚姻的 風風雨雨 好不容易這樣子 現在就是都還算 都過去了 那我覺得 單親媽媽的心態 一定都會覺得 其實小孩是最重要的 那就算你真的要再找一個伴 或者是再找一個人 進入你們的家庭裡面 我覺得小孩能不能夠接受 喜不喜歡 和對方他 能不能接受這個小孩子 喜不喜歡這個小孩子 才會是最重要的 如果 因為其實 當你已經有了小孩之後 其實你 以前小時候 那種對愛情的渴望 那些盲目 我好想要談戀愛 我要男人 那些 其實都已經沒有了 因為你的中心就是小孩 然後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認識的時候 他反而是被米苔木吸引的 他是覺得 這個小孩很可愛 又要跟你講了 不是 他覺得這個小孩很可愛 然後後來我們開始聊天的時候 我就發現 他跟米苔木 兩個人的相處方式 還滿可愛的 然後後來 當我們有比較多接觸的時候 他是滿願意去幫我 分擔一些照顧米苔木的工作 我覺得他讓我覺得 打動我的話 並不是什麼花言巧語 而是他跟我講說 他其實也看過了很多個小孩 但是只有米苔木 是他覺得最有演員的 對 什麼叫看過很多個小孩是不是 因為他就是 他有過幾段婚姻嗎 沒有 他也有過一段婚姻這樣子 有小孩嗎 沒有 然後他說 他就說其實他平常看過 就平常看別人的小孩 對 他有看過很多 他都沒有入他的眼 對 他都覺得那些小孩 還好還好 沒有 他就覺得 這小孩 他喜歡小孩 可是他都覺得 好像這些小孩都沒有特別可愛 沒有緣分 對 但是他說 第一次看到米苔木的時候 就覺得他好可愛 就是他是第一個 讓他覺得那麼有演員的小孩子 對 他對米苔木很有演員 那你對他有沒有演員呢 那是不是你的真愛呢 他是不是我真的也不知道 但我覺得就是現在至少 這個都後面再說 慢慢相處 但沒有 我們美玲老師就會說 他身體健康嗎 他身體健康嗎 不是 這是不是要問 我 身體健康要你檢查 老師沒辦法檢查 我 我怎麼見不見 你把名字轉過來 來 我們 是他有健康嗎 來 問一下 美玲老師 哪些姓名筆劃的人 2024會遇見真愛 這一題要認真看 因為等一下對到的人 都是不容易談戀愛的人 這是十年一次的好桃花 而且是非常好 一定要把握 就是天降甘霖 甘財烈火的意思 下雪了 等一下對到這些筆劃的人 這要看帝格 帝格就是我們 第二個字對第三個字加起來 如果單名的話就是 第二個字的筆劃加一 也就是你的帝格 這代表你的婚姻功 等一下對到的人 真的是天降甘霖 很不容易談戀愛的人 來 我們來看有哪一些人 有跟另一半 跟另一半去哪裡玩呢 來四個風景名勝讓你選 沒錯 第一個就是像森林裡面 然後又下雪了 然後小小的木屋很可愛 第二個就是海岸邊的公路旅行 然後第三個就是 這有點佛城 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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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對 有文化之旅 第四個就是大城市 有夜景 然後有科技感 有未來性 等一下對到的人 真的是天降甘霖 很不容易談戀愛的人 來 我們來看有哪一些人 這地格有 十四 十七 二三 二六 三二 有這些筆劃 你們兩位都還沒對到 真命天子還沒出現 不是不容易談戀愛的人 你們兩個的 等一下我再來說 我們先說這個 因為有對到這些筆劃 他平常在喜歡一個人 本來就不容易 你知道很多人是不容易去 對另一半心動的 像篤霖就有對到 篤霖 你這一年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真的假的 我們每一個人 都十月在轉運 所以有對到的人 這一年無論如何 一定要把握 千萬千萬不要 把自己關在家裡 包含二婚的人也一樣 那我們要去哪裡混一混呢 你現在已經 都天天在混嗎 你天天都跟很多人出去 這是很好很好的 一個現象 只要有人有約 就去 就答應 就說yes 你變了耶 對 你以前都每個人 每天在過那個 中下東路的馬路而已耶 對 我這次騎腳車過來 都很習慣 人轉運的時候 他的念頭會變 他轉運的時候 他一定是念頭先變 觀念變了 他才會去轉到 那樣子的運勢 那如果觀眾朋友 有對到這 這個都不同意 談戀愛的一種 筆劃的數字 那一旦對到的人 不管男男女女 一定要像篤霖這樣 天天要出去 哪怕去跳個廣場舞也好 或去學個電腦 學個什麼都可以 跟人家去吃飯 現在也有什麼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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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旅遊 也都可以 所以游覽車的 游覽車的也有 廣場舞啊 都有 就是一定要出去 不要把自己關在河裡面 我們期待一段 圓極之列 好 好 是不是 躲到牽手 而且這是真愛 我們桃花 隨時 我們三四年就會撞到一次 但這個 這個就是九翰甘霖了 這個就是撞到了真正的桃花 而且也是撞到 你知道2024年也是 全球都在大轉變的時候 所以有這些筆劃的 它剛好整個環境在轉變 人生在轉變 所以它碰到的對象 所選擇的對象 會跟以往完全不一樣的思維 所以這個挑出來的才是真愛 所以獨立一定要很用心 那小甜甜沒有上訪怎麼辦 小甜甜的是這樣子 小甜甜的 因為我們在排流年的話 一定看出生名 妳的出生名本身 我出生名不是這個 這是我後來改的 我知道 我知道妳的出生名 但妳的出生名就是說在 有秀出來是不是 對 這個很少人知道 因為這個是我一出生的時候 我爺爺他自己 好像翻字典還是什麼 自己幫我取的 因為這個字 很少人會唸 這個字叫俊 張俊雲 這是我人生 就是剛出生的名字 其實妳這個格局 比妳剛剛那個格局好 要放回來 所以我阿公 阿公亂查詞點的還比老師 這個格局比剛剛那個 這個格局比剛剛那個格局好 真的喔 這個比較有福報 比較有財有庫 婚姻公也比較好 真的假的 真的 妳改的那個名字 反而格局比較不好 我會建議妳 妳改回原來的這一個 這個好 但是妳現在正走到了 是走到賺錢的運 妳的感情 我會建議妳還是要再觀察一年 因為我剛剛看了 那男孩子也是很好 但是可能妳們在未來的這一年 必須觀察 要定下來最快最快 要在二四年的十月以後 還要再成熟一點 對 還要再觀察一下 會更好 因為妳的桃花後面 還是會有第二段出來 但這一段是這一個 或者是會有新的 那就是最好還在觀察一年 那像佩潔妳剛好走到轉運了 什麼意思 我們每一個人都十月轉運 所以妳有沒有覺得 妳十月開始之後 房子什麼都順了 妳剛剛講的那個女朋友 那個園是註定要斷了 因為妳在二三年 就是容易吵架 爭執分手 懂嗎 妳現在走到一個新的好的 但感情語一樣還沒到 妳們兩個在二五年的那個 感情運都會有一個定數出來 但今年二四年 最好還是以賺錢為主 兩個都是走到賺錢運 我們要在對的 觀眾朋友一定要聽好 我們要在妳賺錢的時候 就要用心去去賺錢 像篤林再來談戀愛 篤林就要很好用心的 去談這場戀愛 找一個伴也很好 因為這些比畫人 平常本身就非常難去教到 另外一半 她很難對另外一個人 是有看到會動心的 狗狗 你知道嗎 還難得到 真的沒有 我很難得到 妳也狗狗的 我也難得到 雅蘭姐的其實在今年 就有那個很好的運出來 但是因為雅蘭姐 她心用在 妳就是 我剛剛講嘛 妳在桃花運的時候 就得用在桃花運 但是妳在桃花運的時候 妳用在工作運 那就會有點可惜的 妳今年把妳的 妳今年一樣那個名氣運很好 但是妳用在妳的工作職場上 那篤林現在已經不缺 篤林我會建議妳 因為三十二 這超不容易的 這個要對到這幾個很不容易 一定要用在妳的桃花上 妳說幾月到幾月 農曆的什麼時候開始 今年的十月到明年的十月 已經走了兩個月了 所以一定要 趕快去談戀愛 我幫妳做一個辦 妳 所以老師如果篤林哥這一段 再不珍惜是不是就沒了 它不是沒有 就再來的它就很難出現 但這一段出現的 它會心動的 是最好的 它會有感覺 因為這些人 再來都是騙財騙 騙色是沒有 妳剩財了 妳珍惜啦 就是觀眾朋友 因為這些很難得的數字 這很少的 而且這些數字很難看到人 會心動的 這個就是妳百年一次的 一個機會 百年 都還沒活到百歲 把自己打扮漂亮一點 男生也是 女生也是 妳的那個 謝謝老師 所以這個一定要把握 把握時機 來 我們來心理測驗 在愛情的世界裡 妳是戀愛腦 還是理智派呢 白老師 真的 感情這件事情 就沒有好壞 只有妳知道自己是哪一派 然後順著那一派 注意一點小風險就好 在這裡我們要一個情境 假設妳有另一半 妳要跟他出去玩 妳想要去哪裡呢 這裡有四張圖 第一張圖 有跟另一半 跟另一半去哪裡玩呢 來四個風景名色 讓妳選 沒錯 第一個就是像森林裡面 然後有下雪了 然後小小的木屋 很可愛 第二個就是海岸邊的公路旅行 然後第三個就是 這有點佛式 京都 沒錯 對 有文化之旅 第四個就是大城市 有夜景 然後有科技感 有未來性 好 如果妳跟另外一半去玩 妳想要去哪裡玩呢 來 小天天 另外一半喔 一 二 三 四 我會選一 有雪 有雪 來 我選二 我要去公路旅行 美玲老師 一 不行 好 不能碰到小仙人 要帶她去跳海 跳海 二 三 好 來 一 二 三 四 五 為什麼 好危險喔 妳說原因是什麼 東京太多了 因為我要去看科技 不無聊 因為我怕水 那我怕冷 去東京我又覺得太平常了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沒有分數 只有方向 好 我們先看 湯老師好了 最少人選的 湯老師選京都 對 京都 這個是什麼呢 平衡型 這種戀愛就是 我要彈性 我有平衡 我要互相知道 各自的生活是什麼 家人是什麼 成長背景是什麼 然後我要有彈性 也許有些人會選擇 開放性的關係 對 那有一些就是我們陪伴就好 不一定要有一紙婚約 通常她就覺得說 人生我需要什麼就來什麼 不要特別限定 不要有任何框架 對 我覺得這是有智慧的人會選 好 來看 看一下甜甜 甜甜選的一 下雪囉 浪漫耶 戀愛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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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浪漫感性 對 這真的是 但大家就現在對戀愛腦都是污名化 但想像一下 如果今天是馬斯克或者是誰 他是那種每天都很緊繃的人 今天有個女生看到他就 哇 你好帥 我幫你這個 我覺得你這個很厲害 我們一起做點什麼浪漫的事 其實他覺得精神放鬆 是一個港灣的感覺 所以就是要怎麼搭配才是很重要 他有他的好 當然不好就是分辨力要強一點 對 不要急 不要急 對 好 那我曾經也是 所以大家共勉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美銀老師選 還有佩潔 對 佩潔選的二 理智派 對 實際理性 就這樣的人他是什麼 就是我去哪裡 一定要同時滿足我想要的條件 比如說像這個海岸公路 又有海 又有公路 然後隨時可以去 我想要去的地方 可城市可鄉下 其實他就是一時都要把 全方位都要照顧好 但是我們全方位照顧好 有時候感情就會比較緊張 因為我們什麼都要完美 所以就是我一直理性分析 談感情 但是理性起來變成談判 這個就有點累了 所以他有好有壞 大家就多注意 最後我們兩位主持人 請喊一下 學習型 好棒耶 是 溝通成長 就這兩位都是希望 對方是聊得來 互相陪伴 然後能聽得懂 我現在在做什麼事 並且我期待要做什麼 我就溝通陪伴 和懂得自己內在的心理 對他們來說是比較放鬆 我還信任 年紀大的都會選這個 真的 年紀大的 對 因為高處不勝寒 真的能懂他的不多 老實講是這樣 對 所以學習型的人 他也常常在成長 如果你不愛成長 他也覺得 你比較 我不是嫌棄你 但真的療不來 所以大家要一起努力 這個感覺 期待大家都可以找到 屬於自己美好的幸福 謝謝老師 來 好玩 大放鬆 觀眾朋友想要獲得 一路有錢風水中麻 請上便宜好玩的 臉書官方粉絲團 來參加抽獎 就有機會獲得了 對 超美的 也是 謝謝老師 謝謝兩位 謝謝來賓 感謝你的收看 拜拜